2021年的4月11日,现在全世界的确诊数目是有1亿3594万5千多,增加了65万4千800多,死亡方面亦增加了超过1万人,是10900多,去到293万8千多了,最多新增确诊的地方在印度多了15万2千多个确诊,死亡方面亦增加了800多个确诊, 第二个多确诊的地方是巴西多了69000多个,死亡方面多了2530多个,增加了最多死亡的地方的国家,美国增加了65000多的确诊,在3186万8千多,死亡方面亦增加了700多人,去到57万5千多, 土耳其增加了52000多个,波兰增加了24000多个,死亡方面亦增加了700多人,伊朗亦增加了19000多个,阿根廷亦增加了19000多个,德国亦增加了18000多个,意大利和乌克兰亦增加了17000多个, 哥估比亚14000多个,菲律宾12000多个,秘鲁亦11000多个,现在这里有13个国家,增加的数量都超过了10000, 下面还有8000多个,包括俄罗斯,智利,匈牙利等等,但如果我们看看新增死亡方面,我们看到最多新增的国家就是巴西,增加了2000多, 增加增加增加的数量是5000多,但死亡方面增加了800多人,是第二多的, 然后有印度是800多个,波兰是700多个,美国是700多个,俄罗斯虽然增加了8000多个新增确诊,但死亡增加了400多人, 乌克兰390多个,秘鲁380多个,意大利340多个,哥伦比亚320多个,等等。